Hello, 這裡是Only One Radio 我是Folly In Action的 佑Sir 以下節目內容只是主持人及嘉賓的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來到今集的 Relax Friday 我是Ken 我是Pet 今天我們在哪裡來的嗎 大澳 今天風光明媚的大澳 水上人家 香港是來自的 知道今天發生甚麼事嗎 市學會 甚麼市學會 不知道 市學會有個團 是香港市學會 鄧家祖博士 我們是香港的節目主持人 鄧家祖博士和他的香港市學會 今天帶了一班朋友 包括我們 來了大澳 在這個導賞團 上次去完山頂 今次來的大澳 大澳你沒來過 沒理由沒來過 上次上山 這次下海 下次飛起來了 你應該沒來過 沒理由沒來過大埔 當然沒來 我真的說了大埔 我真的說了大埔 不好意思 今天大澳給你的印象是甚麼 大澳有得坐船看海豚和火鮮蜂 哦 記住了這麼老底的負草 還有蝦醬 聞到鹹蝦香味 沒錯 還有很多吊著的海鮮 對呀很帥 你覺得 心目中有大澳除了這些 還有甚麼 心目中有大澳 真的不知道 你沒想過 原來大澳也有很多歷史 是 對呀 是時候我們今次進來 是要聽聽國師說 沒錯 那於是呢 我們現在走 跟著跟團走 待會兒找阿淡博士 或者C博士 我們一起聊聊天 好嗎 那你去C博士嗎 是呀 好呀 好 一起一會兒跟他聊聊天 嘩 好累 這麼快 很多路了嗎 一會兒而已 剛剛走了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 我們過了一條大澳最出名的新基大橋 大澳最出名的不是過 青馬龍 青馬龍 是嗎 嘩 你別玩我 這條村很重要的 不是另外一條橋 還要甚麼 街市那條 是嗎 為甚麼 你不去哪走到天海廟 哦 原來我們過了兩條橋 嘩 好厲害呀 青馬龍叮狗 現在我們走到哪裡 跟阿師伯 剛剛好像說要上山 是呀 去看魚北戒石 魚北戒石是甚麼 戒石是甚麼 上次我們去山頂的時候 有一個戒石 其實戒石是一塊石頭來的 簡單一點 是一個碑 就是標明了這個地界 是 知不知道標明了這個地界為甚麼 我想在鋼之鏈金術師 哈哈 關甚麼事 他們是劃界的 他們叫劃界 劃界的 但是劃界地界是兩樣東西 那地界是甚麼 你覺得是甚麼 劃分區域 那就是大魚山的北和南 不只那麼簡單 大魚山魚北的戒石 就是在標明大魚山北面的 這個地界 現在就算世界 為甚麼是碑魚台 有鬥爭 為甚麼要爭 為甚麼要爭 就是因為那個 如果標明了 如果你可以在那個地方 錄明了一個戒石 就可以擴展你的領土 喔 在地圖上的 戰具的點也有多些 即是戒石移動多少 就是你的地盤移動多少 沒錯 好聰明 所以為甚麼經常 一見到這些東西 就立一個戒石 就告訴大家 這是我的地圖 即是好像插旗一樣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即是插圍蘭的類物體 所以為甚麼 就算是現代戰爭也好 都是冰家必爭的地方 嗯 現在我們看的魚北 那個就是大魚山北面的 很明顯 也是香港其中一個 比較出名的戒石 上次在我們去山頂的時候 跟鄧博士去山頂 是 山頂的時候 另外有一個戒石 是 專門就是用來記錄這些東西 噢 上次那個就是告訴你 這裡是屬於某個地域 某個地域 嗯 這裡就是屬於那裡 即是過了這個石之後 就變成魚北的地域 噢 明白了嗎 過了這個地域就是屬於魚北 是的 就進入了 噢明白 是的 我們一會繼續走 我們照片都可以先拍兩張照片 好 有中文的 中文後面 有中文後面 是的 大家有沒有看過 大家都有看香港的地圖 嗯 是吧 香港的海域去到哪裏呢 有沒有留意過 不知道啊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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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遮掩 哈哈 那好了 嗯 我們的海域 我們看回的時候呢 大澳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零零四四突出來的 是的 零零四四突出來 那 例如說 我們今天看出去的 一邊看出去的 那些海域呢 是中國海域來的 噢 對 所以呢 你會看回 以前那個 就是我們從那個 新界那個 那個高席的地方 會畫的地方呢 大澳就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有些人會有商場的過程 商場過程是指什麼呢 有有英籍有有中國籍 因為他們在水上 是的 那 另一方面呢 就是大澳以前呢 那些酒師呢 非常之好的地方 是的 那什麼情況下 酒師最好呢 喏 現在 潮漲的時候 你見不到有個海航在那裡的 那那個也叫做我們香港的地位 當潮退的時候呢 那些泥地啊沙地呢 就是什麼呢 因為是中國海域來的 那就是 中國的 就是中國的 所以酒師就選那裡 最好 是的 所以就算我們全香港十塊雞呢 都仍然有些酒師雞走過來的 是的 酒師雞運過來的 是的 就有這個地方 所以 所以大澳的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 剛好是夾住了有中英 這兩個問題 那同時之間這個介紹就是 證明這個問題 是的 那其實這裡對色的都是中國的 嗯 是的 那這個就是原不介石 嗯 不介石 是的 不介石 那這個介石是這樣 直去看還是怎樣 直去看 我們直去看 這裡是那個分別 是 這一部分 是 我們這樣看這一部分 就是中國的 這邊就是屬於以前的英界 英界的 是的 不是中國的 因為你看看地圖 其實我們大澳 是永遠都會發出來了 你們有手機 可以先看一下這個Google地圖 就是海域 我們大澳的地方 是永遠都會發出來 然後呢 這一段範圍 這樣它包下來 這些都叫做香港的地隔 但是呢 海就是計算中國的 哦 哦 地圖呢 就是香港 是的 海也是計算中學的 就是說這個一落海 這裡就是中國 我意思是 是的 你衝進去 各界 對 就抽到的了 是的 你很成功地走到中國去 哈哈 好 來到這個moment 然後呢 我們跟隨Cboss 就來到這個龍岩寺 這個地方 他就問了一個很可愛的問題 朋友們都聽到 我問你 你覺得這個龍岩寺 聽的名字 你覺得他應該是拜佛 還是拜道 道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聽了 哦 但是他拜什麼呢 正式 黃大仙 錯 拜八仙 我看到有八仙 對 拜八仙 但是呢 聽的名字 人家會很誤信是一個佛寺 沒錯 但是當然 因為香港的比較特色 傳統 是比較特色的東西 所以它裡面其實是真真正正的 是拜八仙 嗯 然後進去 你會發現沒有什麼香火 對 但是也是有香爐 當然一定有香爐 但是香火不是 你後面已經有一隻了 對 不會特別頂盛 但通常都是清香 那些比較簡單的 我跟著一群人進去 在龍岩寺裡面 在觀摩 其實他們的神像 觀音像也挺漂亮的 其實每一個佛寺 它打造裡面的觀音 都是比較漂亮的 那當然 對 最重要是這一塊 白仙 我又問你順手 白仙你看到哪一邊的白仙呢 鐵拐 對 對了 嗯 哈哈哈 鐵拐你還有誰 何仙菇 啊 然後是唯一的 唯一的女神仙 是啊 繼續看 然後還有這個 中葵 中葵不是 中葵是一樣東西 來的 看看 我忘記了 嘩 厲害 我們進去聽吧 對 進去聽吧 哈哈 更正 原來這個 龍岩寺 是甚麼都放的 對 因為傳統來的 即是國人的傳統 我看到自然天后也有 對 然後我看到一個佛 不知道是尼勒佛 天后不奇怪 天后有近海 通常這個八天后娘娘 我看到中間有個佛 不知道是尼勒佛 還是少佛 嗯 看不到 人太多了 對 都看不到 說起來 說起來 這個有傳統 我不知道 聽眾 你入廟門口 是否有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門檻 對 有一個嵐的 不要踩 不要站上去 不要踩 要跨過 知道為甚麼嗎 跨過它的原意 就是為了你屈勢 恭敬地進去這個廟 關事的嗎 對 因為你嵐的時候 其實人是會增低了 就是以這個感覺 噢 但是有沒有分左腳右腳的 有的 其實有分左腳入先 是嗎 是呀 好爺神婆仔 為什麼我就忘記了 是要左腳入先 噢 但我左右是否可以右腳入先 無關事的 你也是有分左和右 都是左 它應該不關你 用開哪一件事 噢 但是我真的是左右 下次跟阿 下次跟阿 進去之前我問 不好意思我左右 不好意思有的 看得不可以 先跟它說聲 對 對 嗯 我想聽眾應該不會 特地站上去 應該都聽過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有的 雖然這間龍男寺沒有 但其實去其他的廟宇 就見過門口旁邊有兩個圓形 可以車輪的東西 其實 那一個紙是可以走的 可以開車走 那些是蝦爾移動成堡 OK 其實那兩個是一個鼓 鼓 是一些石鼓 那為什麼會有它的存在 是用來搖 那就是說 如果那個是一個搖 那個鼓會震走它 它是不能進入廟宇 即是走過去就突然 突然撞牆 對 即是突然關門 這麼有趣 我真的沒試過 沒有試過 沒聽過 沒試過被你撞開 就是證明我還算一個正常人 未算邪魔 沒錯 哦 那下次記得 見到那些人不要突然踢下去 對 真的會被人借 真的被人震走了 哈哈 名牌教練 你走錯一步棋 我都插到你飛起 天王巨星 你打擊都不起 我都罵到你怕地 冠軍大熱 你不預期我都不跟你客氣 我們繼續 影讚則讚 影插插 Only Run Radio 全港最抽得發聲籃球雜誌 Run And Dunk 喂 其實我們有什麼抽得呢 抽水咯 哦 一個人物 一個地方 一段故事 組成我們的香港歷史 逢星期日 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史學會 跟你 港人港地香港地 我左手是沖上雲宵 右手是On Call 36小時 左腳是亞洲先生 右腳是香港小姐 我是為大家分析電視電影的 白士特影視專門店主持人 大蛇 逢星期三上線 再見 在瑞士的山區有一群羊 整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叫羊咩 在香港有兩個人 整天都在吹水 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所以叫做吹咩 根據生物學家分析 逢星期二聽一聽令人精神爽利 吹氣活血 舒筋活樂 子吼子吐 生活愉快 一日開開心心 正啊 等我先聽一聽 逢星期二 一定要聽Only One Radio的 吹咩 好 D-BOX 我們終於坐下吃飯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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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環境 對 辛苦了上半週 是 上半週我們有一些下午 嗯 一大雨的行程 嗯 接下來下午我們有什麼 接下來我們會走一走 那個龍珠潭那邊 就是我們會看那個楊侯古廟 楊侯古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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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澳真的有很多廟 寺之類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選大澳呢 一來本身來到地區 我們可以說開發方面比較遲 但是呢 其實大澳在古代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虛勢 嗯 所以我們選大澳的原因就是 我們從大澳這個漁村 不是一個單純的漁村 而是一個大虛勢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古代的一個 就是漁業 發展到一些沙鹽 各樣的東西 都可以在一個漁村那裡 我們看到 嗯 其實 看回你們香港小學會 之前我們就去了松林炮台 然後 接下來再下一次 就是去這個中英街 再之後就是中西區 為什麼會突然有一個大澳出來呢 涉大澳的原因呢 一來 就是 其實我們有一個季節性的考慮 嗯 因為 接下來天氣會轉熱 是 我們也考慮過 就是 我們也考慮過 有市區的路線 亦都有一些叫做 郊外的路線 是的 那盡量是 攝下攝下 就不會一下子 全部都是市區的 或者全部都是 郊區的 那 中環有船進去 那 就是 我們會考慮的就是 盡量是 平均一點點去分佈 因為 如果大部分的團 都是去 全部都是去交我的 交東西的 我覺得是對 參加者來說 都是一個辛苦 嗯 另一方面就是 就是我們為什麼去到 盡量都是五月內 完成了這些 這樣的考察團 因為 接下來可能 六七八段 比較熱的 天氣 走不到山 對啦 走山 那方面都會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我們都會考慮 就是說 一有 郊外團的時候 都安排回這些 這樣的時間 嗯 那麼 那柬大澳的原因 就是正如剛才所說 它那個 歷史 那個地位 就是有它的重要性在這裡 我們從那個 漁村的發展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早期 我們香港 一些發展的歷史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焦點會放在 維多利亞城 但是 其實實際上 我們很多時候 香港的歷史來講的話 我們在大澳 有這麼多間廟 其實就標示著 其實它是有很多 不同的軸骨 就聚居在這個地方 那麼在這個地方裡面的時候 就是自然 他們有自己的 所謂擁大的神力 那當然 我們也會看到 那些漁民 他們本身的一些建築 他們為何會建範 那樣的東西 我們也希望 就是透過這個 考察團 令到參加者 可以既在雲觀裡面 我們看到香港的歷史 還有在細緻的地方 也都看到香港的歷史 是嗎 是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漁村美點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會覺得 香港是漁村來的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真的純漁村呢 又未必是 但是 只是這麼巧 我們大澳來講的話 就是 我們以前 看回那個 虛世結構來講的話 主要圍繞是那些大中族 例如說 可能在元朗 民視 或者是大埔那邊 去市 那些 那些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這些 我們陸上去市 來講的話 我們 其實接下來都會搞 但是我們也會想到 就是說 搞大澳的好處是什麼呢 始終今天的 那個 變化 不是那麼大 那我們 進去 大家都知道 如果從市區進來的時候 都要預計 起碼兩個多小時 這樣 這樣 才進來的 那好了 嗯 但是保留了很多 有特色的東西 是的 包括了有人就說 例如 剛才我們看過的 例如關帝 關帝廟 那樣 有五百年歷史 那樣 哇 廣東名 是的 就是 保留的東西 我覺得也都 代表了香港的一個 發展旅程 就不是單純 是說 有英國人來到的時候 剛才有香港歷史 不是這樣的 我們香港歷史 其實有很長的歷史 就算好像我們 最近如果有留意新聞的時候 都有 例如說 宋代的 那些故事 又有發現 其實我們香港的歷史 不是單純是漁村 嗯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而只是這麼巧 我們找大澳 就是 配對漁村的 做一個主題 剛才看了解石 除了紙 還有解石 接下來又說 都會再看多個廟 是的 會看廟 而且還有 好像我們下午行程 沒有那麼艱辛 是嗎 相對地沒有那麼艱辛 但是 我們也會看一些民居 也會說 例如說棚屋的結構 如何演變而來 棚屋不會無端無中生有的 我們一會兒都會解釋 就是棚屋如何游船 去到拍上岸 然後繼之而 如何慢慢變成一個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棚屋 是的 另外就是 廟呢 我們會看兩個 是 一個剛才我們說的 一些漁後古廟 是 另外 雄勝古廟 都會看 是的 同這些廟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一個是關於我們 醫藥方面的問題 一個是關於 海神那種變遷的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 海神來說 海上神令 霸了最多的就是天后 是 雄勝呢 就相對地少 但是為什麼我們 每次抽出雄勝出來說呢 因為雄勝其實在明代 或者以前的時候 都是環南應該主要霸了海神 所以我覺得 都是值得拿出來說 另外呢 也會看這個 一個大澳那個 舊的景處 嗯 是的 以前如果有些 朋友仔看過戲的 就 都會見過 拿到取景的 是的 那 那 那裡 也會看到 剛才也說過 大澳本身以前 都經常有些走私的問題 是的 你看到大澳景處的 防衛佈置 然後呢 就會知道 他們怎麼去防 防止走私 不是防走私 那麼簡單 是防擦到 哦 是的 有時候那些擦 可能是山邊來的 是的 我們就會看到他們的報紙 他們的佈防怎麼做 哦 很特別 對 所以一會兒就可以欣賞一下 好 看完之後 也可以在那邊做一個 好一點的 非常好的一個安排 謝謝師傅 好 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移情了 好 不知不覺間呢 已經來到下午的行程了 那麼呢 現在呢 就來到這個 熊聖爺 沒有爺的 熊聖大王的廟道而已 那麼呢 熊聖爺呢 那個就是在南亞島的 那個灣 但是呢 剛剛聽到師傅呢 講到一個很可愛的故事 就是說呢 熊聖廟呢 比較少人拜 但是天上廟比較多人拜 是的 其實兩個真的 就是霍海的嘛 是的 為什麼會那些人通常拜天后 不拜熊聖呢 這個就是因為 相傳呢 當年清朝打台灣的時候呢 就因為呢 被天后娘娘威了 帶領這個福建水師 就打贏了台灣 嗯 所以呢 那麼清朝政府呢 就鼓勵那些人民 去拜這個天后 那麼 於是呢 很多家族的投誠的時候呢 就是不是 不是投 不是投投資哪個誠 是投誠心那個誠 嗯 就是投靠政府了 嗯 於是他們改拜天后 那麼相對地 這個熊聖爺呢 就被冷落了 是 很慣口地加了一個爺子 怎麼辦 熊聖 對啦 就相對地被冷落了 嗯 其實大家都是海塵來過 是 Anyway啦 就是局局保平安而已 是 但是呢 這個大澳最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在一個熊聖廟的旁邊呢 就有少林寺 真的少林寺 是 是正宗的 真的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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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少林寺 想怎樣呢 是不是有給你看看呢 不太確定而已 有點驚訝 對呀 裡面的那些 真是少林出來的一些武僧 來的 是在這裡 嗯 嗯 建了一個給他們 用來教人的一個地方 我看到沿途走過來 這個熊聖廟那次 看到沿途有一些廣告牌 寫著這個少林寺 開班手套 是啊 其實他真的可以讓你 玩兩樣一夜 去開班 跟那些真人一起 練武功 吃吃吃吃吃 但是他教那些 從未有頭髮 教那些有頭髮 是啊 那些是普通市民 但你可以體驗 不是啊 我說教那些 我教那些 我不好意思啊 教那些 教那些 學那些是有頭髮的 教那些有頭髮嗎 你哪有看到有頭髮 剛才走過的廣告 那些廣告 教那些都有頭髮 噢 是有什麼事 是啊 為什麼我電視看那些沒有的 電視那些 起碼都黏著頭望 哈哈 是吧 所以你不肯定 我真的不肯定 你們說完之後 我也不肯定 明明在電視看那些 全部沒有頭髮 電視的東西 廣告牌見不見到有頭髮 電視的東西有很多種 好了 要加上指引 是 然後呢 那怎麼辦 那就下輩看看吧 好啊 走去廟裡看看 好熱啊 好多元 走啊 終於走完了 好辛苦 好了 想不到臨尾還要走到少少樓梯 哈哈 少少而已 樓梯也不是很嚴重的 一個樓梯 我們都是看回那個陽后 看了一些石狗 也都看了這個熊聖王 熊聖爺廟 也看了這個舊的大澳景泉 為什麼會這樣去看呢 可以從大澳的重要性 尤其是英國人來接收香港 接收我們新界 大澳正正因為它是一個重要的虛史 所以英國人特別注重防衛的問題 所以它安排了一個 比較漂亮的一個景處 那 好啦 那我們也會說回 就是說 如果 這個大澳團之後 會不會有其他活動去做呢 剛剛正想問你這個 對了 其實呢 剛才也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說 活動呢 我們一向都搞的 那接下來呢 即是五月來說 基本上 主要是有這個 中英街 中英街的活動 但是中英街都爆了 以我們所知 另外就是有一個 叫中上環區的一個導賞 都是接下來 五月的活動來的 應該是五月十七 然後五月十八 就有這個 海事國學館的一個導賞 你們都很忙 是的 那 都是 都是這樣 即是我們都希望做一件事的 史學會 我們希望的就是 即是透過我們 即是 即是 我們這班人 這班 可以說傻仔 有沒有這麼說 有沒有這麼說 所有的事都 對 即是 希望參加者 都能夠成為一個 混揚歷史的人 即是 始終 他們 去完一個團 然後跟別人說 其實都是不斷在這裡 混揚歷史 他對一個人說 就多一個人知道 對十個人說 就多十個人知道 所以我們都是 本著一個宗旨 就是希望將 香港的歷史 讓更多人接觸到 知道 而不要說 香港是沒有文化的 或者是沒有歷史的一個地方 這個都是我們一直做的 做這麼多活動的一個原因 或者是推動力 我絕對認同這件事 你想想今天我們 阿佩 你想想想 我們今天進來之後 學多了多少東西 戒石有什麼用 戒石就是 劃分了 誰是屬於英國 誰是屬於中國 你不來之前 知道嗎 不知道 我連戒石放在哪裡 現在我知道 現在我們也知道 學多了東西 今天謝謝斯博士 接下來 中英街 我們會見面 你也會去的 中英街 中英街我不去 你不去嗎 那不要緊 但是 我們很早就去嘛 不要緊 但是 遲些我們應該 有機會 繼續見面 也要賣廣告 如果想聽多些 香港歷史的朋友 就記得 聽我們 《Only One Radio》的 《港人我們香港人》 今天 先謝謝斯博 那今天的 《Rest Friday》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兩種初賽賽事已經展開 明5月17號的下午兩點半 寶林Sir失靈的旭青 將會在天灰路體育館迎戰小南橋 記得去支持寶林Sir和他的旭青 至於想知道更多關於排球的資訊 當然是收聽《Morley in Action》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請即登入我們的Facebook 網址是 3w.facebook.com 斜滑 OnlyOneRadioHK